全球舆论大动态 近在有报 听天读 大家好 我是吴学兰 阿富汗这个国家不大 可这次它整股的动静可真是不小 国际媒体对阿富汗的局势都高度关注 具体情况进入今天的节目 一起看 塔利班重新夺回了在阿富汗的政权 接下去会怎么样呢 就今天的国际聚焦一起了解 我们下来看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以及香港的经济日报 还有新报都在关注塔利班式重夺政权 因为1996年到2001年 塔利班是执政过的 那么现在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在筹组新的政府 但是他们并不着急 因为他们放话了 说在重组阿富汗这个政府之前 必须所有的外国军队都得离开阿富汗 那现在阿富汗就报这种逃亡朝 因为普通的百姓对于局势 它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它内心就非常的焦虑 所以怎么办呢 有的人就怕打仗 想逃吧 能逃就逃吧 明报和文汇报都关注到 为什么老百姓对塔利班执政 内心是有恐惧的 因为真的当年啊 这个塔利班执政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他们是非常严格的遵守 伊斯兰法典里的一些规定 所以包括这个言行俊法呀 包括女性的一些应该有的权利 不能得到公平保证等等 但是现在塔利班有个表态说呢 哎不会再有什么言行俊法了 这种酷刑拷打都没有了 会交给法官来决定的 但是真的能够做到吗 塔利班的程度还真的不少呢 你看啊比如确保民众的安全 要保证财产的安全 然后呢特赦曾经帮助过美军的一些 比如说给美军当翻译的阿富汗人等等 但这一切呀大家都还打一个问号 那么对美国来说呢 它失去了代理人 所以啊美国在中亚在阿富汗一带 它的地区影响力显然是极强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 东森新闻云以及英国的卫报啊 现在呢 其实阿富汗人还想啊 我们的总统在哪里 我们原来的总统哪去了 总统跑了 跑得比阿富汗的百姓快多了 并且还不是自己逃 带了很多的现金呀 据说有四辆车 还有一些是要往这个直升机里装 但是钱非常的重啊 所以呢 有部分的钱啊 都遗留在这个直升机的停机坪了 这是有一些目击者 他们看到的情形 所以关键时刻 这总统跑了 当然总统给出一个理由 他说他不想和塔利班发生正面冲突 免得让阿富汗百姓呢 再遭受一些流血之苦 但这个结果 这个解释阿富汗百姓能接受吗 再来关注大公报 以及联合新闻网啊 你看现在阿富汗央行呢 他有700亿这个外汇 他当时这个港币 那这些钱现在在哪呢呀 很有可能已经提前就被转移了 这些钱估计就不在阿富汗了 那怎么办啊 大家都知道阿富汗本来就很穷啊 那包括今后阿富汗要建国 对吧 他要重新建设 这钱都从哪来 外界很担心 因为阿富汗本身这毒品的种植和买卖 就是非常的发达 以后没有钱的情况下 很可能毒品这一块 是他们想拿到钱的一个机会 明报 新岛日报在关注到的就是 你看阿富汗人 我刚才讲了 真的总统逃了 但是他们很惨呀 因为喀布尔的国际机场呢 已经被美军接管了 所以呢 正式的国际航班是没有的 那么有军机啊 美国的军机 阿富汗人就赶紧的拖家带口 就想爬上美国的运输机 有的人爬上去了 有的人没爬上去 还有的人呢 非常惨 爬上去之后 从空中摔下来 有死的 还有美军呢 在机场对平民 赤手 手无寸铁的平民 被美军开枪的打死也有 还有被飞机碾过的 据说现在已经造成10人 至少10人上网 你看20年征战阿富汗呀 美国是有连环失策 所以最终是一个混乱收场 都有什么样的连环失策呢 你比方说 当年2001年啊 你反恐战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你把塔利班政权赶下台了 但是并没有和塔利班政权 签一个长期的和平条约 现在会怎么样呢 包括美国呢 对阿富汗的建设啊 根本就不清楚 那包括美国是扶植了阿富汗的当局 可有很多地方军阀呀 地方军阀对于这个中央集权的一个干扰和影响 美国也根本没有考虑到 有可能今后的阿富汗会再次成为恐怖分子的一个避风港 这一切其实还是很让国际社会担心的 再来关注一下纽约时报 香港的经济日报 以及法广网 外面有这样的结论 现在美国你就信誉扫地了 当年你觉得阿富汗有用 阿富汗毕竟被称作亚洲心上 它的战略地缘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有用你就去插手 现在已经没用了 一脚把它踢开 根本不管阿富汗今后怎么办 不管阿富汗老百姓会怎么活 所以呢 这事对拜登来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形象 那现在啊 美军已经接管了喀布尔的机场 好 香港01文汇报在关注到什么呢 就是阿富汗已经啊 大家都说拜登给他搅乱了 其实拜登已经是接手 这阿富汗战争的第四任美国总统了 不能说所有的错都在拜登身上 但是显然啊 他是现在最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一个总统 那他本来是在戴维营 还在休着价呢 哇 这个心真够大的 后来是中断休假 赶紧返回白宫 发表了一个谈话 你看这就批他呢 你看紧急管道 你干嘛呢 玩身钱啊 好像就躲起来了 但是这个阿富汗局势是容不得他躲 那他发表讲话 说了一些什么呢 他说啊 你看美国在阿富汗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还专门说呀 美国去阿富汗 目的就是反恐 又不是去给阿富汗建设的 这话说着确实特别不负责任 但也有人说了 美国难道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吗 他从来就就没想过要负责呀 五角大楼 美国的国防部表态 美国保留在阿富汗 还有发起空中打击的能力 再来看中时新闻网 香港01等媒体 现在日本媒体就说呢 本来拜登啊 急火火的从阿富汗撤军 是因为他心里有另外的算盘 算盘就是现在美国的国家战略 他要搞印太战略 他要去遏制中国 但是哇 这事一出 阿富汗这么乱了 他没有办法 必须阿富汗的局势 现在是夹在他外交VIP这个绑带上 然后呢 美国的疫情也很这个焦急 所以呢 他遏制中国这个算盘 没打响 再有呢 本来不是说要搞一个民主峰会吗 还说要带着台湾玩 现在这事能不能搞成 带观察吧 香港01以及文汇报 我们中国对塔利班 有可能会管理阿富汗 是什么态度呢 这个阿富汗的事嘛 要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 是吧 中国从来不去干涉他国的内政 但是在解决阿富汗问题方面 中国愿意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再来看一下信报和明报啊 现在呢 外围怎么看这个塔利班筹组新政府 中国和俄罗斯 目前我们都是 包括之前 中国和俄罗斯和塔利班呢 其实也是有来往的 当时我们就说了 因为阿富汗的局势那么乱 你根本不知道今后掌权的究竟是谁呢 所以和各方都展开一个正常的互动 是没错的 但是塔利班现在说北京方面是朋友 那塔利班今后和中国怎么处关系 别急下结论 太早了不好 需要时间来验证 主要就要看看今后谁来领导这个塔利班 谁来领导阿富汗 他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方针政策来 《大公报》《明报》《新岛日报》啊 这因为阿富汗的事呢 台湾方面就开始了联想 因为美国对那种没有用的所谓的小弟一脚踢开 赵绍康啊 这是国民党派的 他是一个台湾方面非常著名的评论员 而且早年也选过立委 他就说你看看民进党告诉你们吧 今天是阿富汗 那明天就是台湾 美国出兵护台 这想法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苏贞昌啊 这个台湾所谓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他得辩论啊 他说阿富汗这次出事啊 其实不是美国撤军 原因就是阿富汗内部乱了 所以呢只要台湾不内乱就能抗外 这想法还是相当的天真啊 再来看一下中国时报以及新岛日报 这个中国时报是台湾媒体 塔利班重返执政了之后呢 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 应该是一场加实赛上演了 这指的就是阿富汗以及中亚南亚啊 包括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亚太战略 可能都会发生一系列的调整 再来看一下法广网以及英国的卫报 哇谁高兴了 现在拜登这个声誉受到了影响 必须是老对手特朗普 所以特朗普呢 急火火的 利用这个机会 一定要大大的攻击对手 就说拜登啊 你这次创造了 就是一定会载入历史的奇迹 当然必须是打引号的 是反语 然后说拜登 你赶紧引咎辞职吧 再来看一下伊朗媒体 以及新浪网的报道 伊朗外交部表示呢 支持阿富汗通过协调委员会 实现权利的和平交界 一定要和平 更多资讯进入今天的国际速报 来关注一场演习 朝鲜方面非常不希望有的演习 韩联社和信报说 韩国美国已经启动了下半年的联合军演 但是是属于电脑军演 这个规模也比今年春天三月份的要小 再来看香港01等媒体 日本媒体就说 你看美韩举行联合军演 朝鲜不高兴 我讲了 那么朝鲜曾经说过什么呢 要采取反制措施 所以朝鲜会不会试涉一些什么东西 现在呢 大家都在关注着 新浪网韩联社 关注的是韩国两个在野党 曾经是打算和平 暂时最终啊 没能够走到一起去 然后呢 他们要从关怀国民为起点 寻求一些新的变化 东森新闻云以及共同社 这是日本的疫情啊 紧急事态已经扩大 就是首先要延长到九月中了 然后呢 扩大到七府县 现在很糟糕的 就是有7.4万人啊 有病了 但是根本就没有床位 只能在家里休养 可能有一些人啊 很可能迎接他的是不太好的结局 共同社以及人民网啊 这疫情对菅义伟啊 日本首相菅义伟来说 那么大击啊 看看他现在的支持率 已经是31.8 这是共同社的一个最新民调 跌至新低 而且还有六成的日本老百姓说 快下台吧 别再连任了 香港01以及共同社 我这个日本官员有意思 他干嘛 他特别要咬东西 他咬的是日本一个奥运金牌啊 女子奥运金牌得主的金牌 而且他根本就没惊人家同意 现在这个金牌 大家别担心 国际奥委会说 我一分钱不要 我给你换心的 因为这事实在是太那什么了 但是其实有意思的 他被扣除三个月工资之后呢 大家网民就看到说 哇 民股务市长 每个月才挣3.6万港币 挣得好少啊 新闻焦点 跑偏了 再来看文汇报 以及大公报 关注到的是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有一个很突然的宣布 他要提前举行大选 那么华人就说 你这就是搞政治赌博 你这样做呢 一定会妨碍抗议的 现在加拿大的疫情也是挺厉害的 特鲁多好不容易在防疫问题上呢 让加拿大从一个后进生 追到前面去了 但现在他要搞这个政治操弄 也有人说 你实在太自私了 说你看看 你曾经是什么呀 你就靠这个政治秀来保你的形象 六年都没什么大作为 没有改革的 江港01大公报 同样啊 大马啊 就是马来西亚 他的首相辞职了 这上任就一年多 这年头特别短哈 慕尤丁也是因为抗议失败 还有弄权 今天让国会这个样啊 明天耍一些政治方面的 这个小算盘 最终老百姓说 这人不行 挂起了白旗 要换首相 再来看路透社 同样焦点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政局动荡了 那么投资者就最害怕了呀 不稳定的局势 一定是没人把钱投过来的 他们就吓跑了 再来关注新华社等媒体 菲律宾政府军攻击反政府武装据点 打死16名武装人员 联合新闻网明报呢 必和必拓 这个政策的嗅觉非常敏感 他要卖他的油气势 因为现在全球嘛 对于这种石油啊 煤炭这种传统的化石能源呢 这个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日经中文网 中国新闻网 2020年 中国重新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是超过了美国 再来关注中国新闻社东西问 有一个专栏的文章 现在大家都非常担心啊 就是现在全球的通胀都越来越高了 那么会给经济和金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原来的副总裁朱民呢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这的的确确 因为现在发达国家给出的财政刺激的力度 是要高于发展中国家 是高于新兴经济体的 所以今后新兴经济体 他们的货币的一个独立性会面临挑战 再来关注中金头以及新浪的消息 最近一些天都说啊 就说软银跑了 孙正义跑了 结果现在软银赶紧出来说 跑路是误会 我还会继继续投资中国的 大公报 人民日报 好消息啊 中国和法国在8月17号的时候呢 两国公民的这个驾照就会互通了 当疫情之后 大家到法国不用换驾照 直接可以开车游 多浪漫 文汇报以及纽约时报 关注到的这个消息就不那么浪漫了 我们很难过啊 因为海地的7.2级强震 已经造成至少1419人死亡 进入大千世界一起了解 欢迎回来关于中国的新闻 以及今天的中华聚焦 来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经济啊 香港经济日报以及信报呢 都出来一个数据 我们说看经济啊 看着一头一尾 7月份就是下半年的头 所以数据很重要 中国7月工业零售 以及固定投资呢 全都是比预期要差一些 什么原因是两情 一个是疫情 一个是汛情 所以大行啊 纷纷降低对中国GDP的一个估算 那么怎么办呢 解决方案来了 人民日报 香港文汇报都说啊 国务院已经讲 对经济运行的新情况 要加强跨周期的调节 那么李克强一主持 国务院常务会议哈 应该还审议通过了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来推动就业扩容体制 因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再来看华尔街日报 以及英国的金融时报 现在呢 有很多的调查机构 都认为在今后 接下去的三到五个季度 美国GDP的增长呢 要超过中国 这是从上世纪90年代 以来的第一次 原因呢 有中国受到了疫情 还有殉情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知道 这还有一个基数问题 因为中国2020年的 这GDP水平比较高嘛 所以它基数高 美国基数低 再来关注香港的新报 以及文汇报 还是疫情 哇 河南人有胆子忒大的 你看这余城县啊 他竟然 把这个已经得病的孕妇呢 瞒报 让他们转到商丘市去 还说别告诉他 这个情况就导致了商丘的疫情 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中央 八个官员问责 我觉得还有更多的人 也需要受到一个处理 并且这种事情坚决不要发生了 现在卫健委的主任说呢 啊 现实没有呀 有些地方呢 疫情控制的好了 就应该是解封 但解封绝对不是解防啊 一字之差 了不得 防疫如果稍有松懈 针尖恐会漏斗大的风 这话非常生动 也非常有道理 路透社香港的经济日报啊 看看楼价的事情 七世成这是内地啊 七世成的楼价都放缓了 按月看这个涨幅呢 是半年的新低 为什么 一个就是防控 再有一个就是这钱啊 贷款就管得特别严 香港经济日报 以及大公报 网络游戏 有的竟然篡改历史 比如说越飞啊 民族英经越飞被他们丑化 这怎么行呢 这样乱来 结果导致磕网股都往下跌了 跌不停 所以呢 是哪个行业你也不能乱搞 新加坡的雷荷早报 以及彭博社 为了防止乱搞 那就要监管 那有一些这企业呢 他们觉得自己特别精 他们就高薪招聘前监管部门的官员 来应对整顿风暴 据说呀 这钱给的是相当于 普通公务员多少 60倍 差不多年轻是300万人民币了 再来关注信报等媒体 能源局说 十四五期间 主力的能源是什么呢 是风电光伏 一看就是新能源 所以财政部还补贴新能源车 要大力的研发 大公报文汇报 关注到的是 广东搞绿色建筑 现在呢 对于香港啊 一些这个比较好的建筑专才 你可以过来职业 原来香港人特别担心 自己是过江龙啊 说内地本身竞争就非常的激烈 自己挤不进去怎么办 现在肯定啊 是有一战式的解决方案 大家别担心 只要有水平啊 哪都拦不住你 英国的金融时报 中国新能源股被看好了 我刚才说了嘛 新能源十四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所以大家要想投资 一定要了解的就是政策 好 更多新闻进入今天的中华速报 来看香港闹新闻 以及头条日报啊 美军侦察机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抵近中国的侦察 距宁波海岸线 指20海里 创最近的记录 原来都是30到50海里 大公报联合早报说 长期火箭已经抵达了文昌 要汇师天舟货运飞船啊 开始总装 再来关注香港的经济日报 以及大公报 看看钱的事大家都很关心 内地最高收入的10个城市 排名出来了 上半年 上海领跑 首破4万元的大关 文汇报大公报 关注到香港 这个支联会 又要很快就要再见了 当然最好是再也不见 因为那坏事干了不少 现在他们已经是名存实亡 所以呢 凡是干过坏事的 一定要追查到底 青岛日报 那什么人去追查呢 首当其冲就是香港警队 香港警队必须要扩原 必须要有新鲜血液 他们现在有眼光啊 向精英运动员着手啊 因为作为警队一员 你的体能必须好 而且这个运动员都那么坚韧不拔 所以好 现在投考人数呢 反弹一成 再来关注大公报 干坏事了 不行 抓 吴亦凡 大家知道吧 流量明星 射强奸 北京检方批准逮捕 新加坡联合早报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在攀升 达到了整体失业率的三倍 这个事情要搞好 因为青年人如果说他们都失业 社会的这种乱的因素就增加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和新浪网呢 也关注到大家可能挺担心的事 就是胖 胖是什么呀 胖是病得早治 如果你通过调整饮食和运动 减不下来的话 赶紧去做手术吧 这个胃部可以提供给你一些解决方案 最后的时间留给什么呢 还是留给阿富汗现在最大的一个热点话题 美国现在希望和中国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呢 有一些这个共同合作的地方 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美国你得先想清楚 你是怎么样和中国来进行合作的 先来看看媒体的报道 美国之音 香港领域及人民日报 应邀我们的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就通了个电话 首先呢是就阿富汗局势交换意见 这个过程当中呢 王毅外长就敲打了美国 特别有必要 当然了 美国和中国可以在阿富汗问题等其他的一些国际重要问题上啊 来进行合作是应该的 因为大家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可你美国不能做的是什么 你就不能一边来啊 敲打中国 一边来遏制中国 一边来碰触中国的核心利益 另外一方面呢 你要求中国配合你合作 你想都别想 其实在解决阿富汗问题方面 中国真的是有一些优势的 你比方说你看前段时间塔利班到中国啊 激活和和也是和王毅外长见面 他就谈到了今后大家能不能啊 经济方面啊 贸易方面啊 有一些合作 中国现在这个一带一路 阿富汗是很感兴趣的 塔利班执政也好啊 其他什么人执政也好呢 最终还是要把阿富汗的经济搞搞好 让老百姓尝到甜头 他才能执政长久 对不对 另外呢 中国也是涉案核组织的成员国 涉案核组织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地区影响力 来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 再有你看 美国自己很清楚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几个大国 包括美国 中国 俄罗斯 还包括哪里呢 巴基斯坦 然后伊朗 还有印度 除了印度之外 其他一些国家都是和中国的关系 比跟美国好 对不对 所以中国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不可或缺 但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和中国合作的一个障碍就是 美国对东伊运这个恐怖活动组织 他采取了双重标准 去年的时候 他说这个东伊运已经从他的恐怖组织名单上 被拿下了 东伊运对中国的伤害 他不是不知道 美国想以恐制华 这一点绝对不行 而且这也是阻碍中美在阿富汗问题合作上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我继续为您有报天天独